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咱们家这个甜点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 精神食粮 这是咱们家最经典的 你看看 这个给加伦点吧 我觉得盛夏光年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对 这是抹茶的蛋糕 这是抹茶 这奶油是吧 都是先做的 对 因为它不能吃太甜的 这个还可以吗 对 这个还可以 因为这是低糖的 那就要一个盛夏光年 可以 他最近这个录一个唱歌的节目 所以要保护一下嗓子 他可能太那种刺激的不能喝 就是温润一些的哪个好呢 我给你推荐一下吧 就是那个桃椒雪梨润肺肠 对 那就给他点这个桃椒雪梨吧 可以 我听他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也是特别忙 也没来得及吃东西 希望他能来这儿继续工作 也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然后也能吃点东西 那你今天来之前吃东西了吗 我现在还没有吃 还没有吃啊 对 这个是 因为这道甜点的这个名字很好 我觉得跟大唐荣耀很配 它叫盛夏光年 你不觉得吗 大唐荣耀盛夏光年 对对对 所以我专门就看这个名字给你点了 谢谢谢谢 抹茶 太用心了 这个故意做的吗 对对对对 可以稍微尝一点吗 因为你吃甜的现在不行 对我尝尝 你的奶油不要吃 我觉得这抹茶这可以尝一下 这个是蛋蛋糕类的 蛋糕类的对 甜点嘛 直接这样 是 发生了炎症 当时就有肺炎 肺炎严重到我说一句话之后 我就要咳将近十几二十秒 那段戏我就跟导演讲 我想演每场戏的时候 我真的喝酒 早晨起床就是真的起不来 我就往床下滚 我觉得滚下去我肯定能醒 然后一摔醒了 然后他说以后你也要撑起家的 所以他就不让我哭 你有想到红来的这么快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 可以让这么多朋友喜欢 确实挺吃惊的 一顿换为月星得动被动 这民族的海岸现像一只共 那长头像五千年来的舍的梦 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你了 对 嗯 从去年到现在 任嘉伦一直在横店拍戏 去年底拍完《大唐荣耀》 今年再拍电视剧《天机之白蛇传说》 这一次回北京是来录制《跨界歌王》 每一次都录到夜里很晚 再加上空档的时间 又安排了拍杂志等其他通告 所以一段时间以来 他几乎没有什么休闲时光 拍戏的时候时间特别紧 根本没有说这种休闲的时光 但是如果不拍戏的时候回到家乡青岛 你还有自己的这种悠闲的生活吗 我如果回到了青岛的话 那肯定就是放假了 放假了 那我肯定就陪爸妈了吧 对 给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溜溜海边吃吃海鲜 都说焦东小海鲜吗 这个已经名声外传了 很多人也在问 那焦东海鲜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不知道它特色到底是什么 但别的像朋友告诉我 比如说我们从家里寄过来的海鲜 和他们在他们的家乡吃的海鲜 他们会觉得我们那儿可能更鲜一点 也可能是做法不一样 我们那边吃海鲜可能就蛤蜊 我们那叫嘎辣 嘎辣的话我们可能就 把嘎辣放在锅里 然后就 就白煮就好了 煮 然后出来的汤都是它原汁原味的汤 然后我们就这样拿出来吃了 我从小就吃原味 我长大了 出了青岛才发现 有这么多做法 辣炒啊 蒜泥啊 对对对 各种什么辣炒小鲍鱼 辣炒嘎辣炒这个那个 我说不出青岛 我不知道外面世界有多大 是 那你这原味也得要少不了 要蘸一样东西 对对 蘸醋 蘸醋 我记得你有一次发微博 就是说 吃焦冬小海鲜少不了醋 对对对 我是吃水饺 特别爱 像我妈包的水饺 这是我最爱 我每次回家 第一顿饭 玩饭就必吃水饺 我管你包什么馅 反正我就是爱吃蘸醋 然后吃海鲜肯定蘸醋 有的时候啊 我为了不是特别想长胖的话 像吃火锅什么的 我就涮醋 真的啊 对我会 不管它味道怎么样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吃可能会减少一点油脂 然后我就涮醋吃 可能味道有点不好 一想 想起来就 不吃特别好 所以你这个醋王的这个称号是名副七十 这一点跟广平王这个异曲同工 从小种下来 我真的没想到还能起出这么一个名字来 我当时演的时候我都没这么在意 我只是觉得两个人之间总是产生了误会 大家看了之后跟我讲这一点 我才发现好像是一直在吃醋吧 怪不得我当时演的时候 为什么演人演人就生气 演人就生气 其实我看戏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已经很瘦 但我见了你的时候 我会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瘦一些 对我是真的瘦了 我拍大堂之前可能有145斤左右吧 现在 现在我前天晚上量是118 哇 我以为你只是减20斤的 因为将近30斤 现在好像有30了吧 因为我现在身体体重还在上下浮动 因为我收工比较晚 我就吃夜宵 一吃夜宵可能就体重会往上升 对 会有反弹 这不一说录胯切割王 那我就克制一下 所以就是这个瘦可能一方面也有你有刻意剪吗 还是完全是工作类的 其实我很不喜欢一个男人太瘦 我喜欢健身 所以我16岁开始我就一直在健身了 但是拍戏你没有休息的时间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也顾不上很好的营养搭配 然后久而久之你就瘦了 我觉得你是属于典型的 叫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型吧 因为我看过你健身的时候那些图片 就是胳膊的这个肌肉 对 非常就这样发达 对 很多粉丝还说 这个时候还不行 很多粉丝说是批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就是我当时干嘛来着 我妈问我在干嘛 我是在健身 然后你就发一张图片来证明一下 她不信还是干嘛 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了 然后那天我就发微博了 我就喜欢把自己练得很壮 腿也很脆 但是现在看看自己 哎呀 残不忍睹 就是现在肯定这个肌肉跟这个状态 完全不是这个时候 以前就觉得你要给我一件衬衣 我看一件衬衣 没问题我穿的绝对好看 现在给我一件衬衣 好像衬不起 对 因为很多事情它没有办法两全是吧 对对对 你要拍好戏可能就会减少一些休闲的时光 或者是自己爱好的这样的时间 但现在有好处的 那个时候我健身脸胖 因为我一健身的时候 会吃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会补蛋白质什么的 那个时候脸会胖 现在都这么瘦 脸也瘦了 所以还挺好的 而且今天来我还想打量你这个刘海 因为原来你都是有刘海的 但是这个粉丝们有强烈的呼声 说你也没有刘海会更好看 我原以为你还会像前一段就是有一点刘海 然后这边是都梳上去的 现在没办法 我前面因为 发际线 对我拍古装戏沾头套 它因为头套的尺寸它要剃你的发际线 所以我剃掉了之后前面这一块都是跟光头一样的 露出来很不好看的 你这个头发应该现在是偏黑色是不是 带一点绿色吧 带一点绿色 对 带一点绿色 这个是什么时候染回来的颜色 应该就是一两个月之前吧 因为以前我的头发颜色可能比较 就是黄毛 对 黄 我以前还漂过白 天哪 什么都有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这样的颜色 我觉得在舞台上很好看 但做了演员之后我就觉得不符合演员的气质 所以我就把头发改到深色了 就是如果不做演员来说 从我的审美角度我也喜欢你现在这样的颜色 会更自然 这个有点太跳 可是当时你也觉得这样很好看 是吧 当时是 我觉得好像是很多歌手都在染这样的头发 好像在舞台上灯光一照比较好看 然后我就想尝试 我第一次漂这个的时候 马路上什么大爷大妈都看我 就觉得这小孩不正常 还挺不好意思的 时间长了我就习惯了 有些粉丝说这个颜色 包括有刘海 会让你的颜值大打折扣 折扣啊 是啊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为了留那个病角遮脸胖 当时觉得大家都留 我这个刘海也挺好看的 那就我也留吧 留着留着就是永远都留着刘海 不要再笑了 你就当刚才的事情 完全没有发生过 不是叫你不要笑了吧 任嘉伦应该是2017年一史 人气攀升最快的新人 随着电视剧《大唐荣耀》的热播 任嘉伦扮演的广平王 以其智勇双全 一往情深的完美人设圈粉无数 其实在《大唐荣耀》最初选角时 任嘉伦逝的是李潭的角色 但当导演跟他有一次常聊后 却认为他的性格更贴近李处 所以我特别好奇 你都跟他聊了一些什么呢 让他觉得你是李处不是李潭 其实我当时就是让我去试妆嘛 就是试李潭的妆 然后我看剧本就是看了半天 没有看到李潭前面 因为李潭前面好像没什么戏 然后我看完李潭所有的戏之后 我就禁组了 禁组试完了妆之后 晚上跟导演见面 我就跟他聊 我想怎么演这个李潭 因为我们剧本四世纪 前世纪没什么戏 但是时机往后的时候 然后李潭这个角色和林志的角色 就开始爆发了 是的 其实李潭这个角色非常难诠释 是因为他前面很甜 但甜的过程其实也没有持续太久 也没有演多少场戏 然后他自从发现林志出了事情之后 他自己过不了自己内心的那一关之后 就开始又喝酒又颓废 那一段戏我就跟导演讲 我想演每场戏的时候 我真的喝酒 比如说这一段戏有三十场的戏 都是我觉得在三分醉的状态 那我每次演这场戏的时候 我就喝到三分醉我给你演 然后我跟导演说 我都分好了 比如说这几十场是三分醉 五分醉 七分醉 我醒了 哇 你做得这么细 我当时都分好了 然后我跟导演说 包括他后面变成阿丑 然后要戴面具的时候 我都给他分析完了 然后导演就好像 觉得我功课做得不错 对 他会觉得这么理性 特别适合李处 李处是非常理性的 对 可能 然后他就开始了解我这个人 就随便聊 就聊着聊着 当时他就突然间 他们就跟制片人就开始商量 就说要不要让他试试 我以为试戏了 天天他试了 试戏有什么呢 我来了 来得懒 然后他说那你试试李处的妆 那一刻我就愣了 试什么试李处的妆 他说怎么了 不愿意 我说愿意啊 那就下去试了 然后我就下去试了 试完了过了两天 就开会就说你也李处了 然后我说哇 我还没看剧本 所以那一刻的心情 我觉得可能是有两种 一种当然很兴奋 因为毕竟是男一号 但是另外也会有压力吧 也正是因为他男一号 就是他是这个 跟很多人物关系的中心 对 他的人物关系特别的复杂 对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怕 我对剧本的理解度不高 然后因为演的戏不对 或者被导演骂什么的 我很怕这个 所以当时压力很大 然后我每天差不多 当时刚进组能有六个小时到五个小时睡眠时间 然后每天我都再花个两三个小时 去再多看几片剧本 也就保持了一个多月每天睡两个小时 然后加中暑啊什么的 然后好不容易把剧本消化掉了 那个时候我才放心 拍了一个多月我才放心 我说李处这个角色我抓到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就是 我说的压力还有一种 因为跟你配戏的一些 有很多是戏骨型的演员 像秦翰啊王晋松 包括杜元老师 所以你在跟他们演戏的时候 也会有偷师的感觉吗 偷师啊 其实我特别喜欢跟戏骨演戏 像我的黄爷爷秦翰老师 我的父皇王晋松老师 我的母妃 我们在现场我都爱跟他们就做成一团 甭管聊什么 我绝对能学到东西 他们就聊他们的人生经历 我就觉得今天这场戏 拍不拍咱先不说 反正我跟你们聊天 我学到东西了 每天学到东西我就很开心 然后跟他们对戏的时候 之前都是 比如说我们先自己对一遍 对一遍之后 他们也会告诉我 说啊 你要不要这句话 稍微强调一下什么什么字 因为你的重点 这场戏重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强调完了之后 你不觉得好像 我们的这场戏更好看了吗 他们演戏我就一个劲的看了 给他们搭戏我就搭 搭的时候正好看他们怎么演 哦 这样 等我演你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很好 因为一般的 比如新人啊 会跟这种戏骨型的演员 对手戏的时候 本能会有一些胆怯 对 就怕会别人怎么看 但我会觉得 你有一种高手过招的快感 对对对 我没有胆怯 我也没有什么压力 我就觉得过瘾 对 我一看通告单 哇 哇 很兴奋啊 黄公啊 一说黄公啊都到齐了 对 哇特别棒 这个是一种很刺激的一种学习的方式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父王对你这个 饱奖有加啊 父王专门有一天发了一条微博 你看 哎 他说 这个熊海子 熊海子 熊海子啊 一个人扛了尽千场主戏 将大唐荣耀演得风生水起 其实风生水起这四个字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褒奖了 是是是 他经常夸你吗 他 呃 每一场戏之前 他都会跟我讲一下 他对于我这场戏 该怎么诠释的一个理解 他都会先跟我讲一遍 他如果眼里处会怎么演 然后我们俩经常讨论 然后因为静宋老师经常去青岛 我青岛人 所以我们俩共通 共通的话题特别多 他也爱吃焦东小海鲜 别提了 天天就问我 要不要吃蜜虾 天天说我们去吃虾 怎么怎么样 经常说这些话 他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是真的 我平时在现场就这样 嗯 比如说现在可能五分钟休息 我就 我这样我就睡了 他发这个照片的时候 之前没跟我讲的 嗯 我就知道他偷拍了 然后我还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偷拍我 怎么怎么样 哎呀 你爹偷拍儿子算什么呀 怎么怎么样的 哎呀 老顽童啊他是 是 虽然你们这个戏里这个 富王有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肃 也比较轴 但我觉得戏外就是这种是你们欢乐日常 戏外特别逗 哎呀 他跟我就开玩笑 可能我们俩比较熟啊 各种开玩笑 我说老师您没点架子嘛 他跟你有什么架子 不想跟我开玩笑什么 我就想 走开玩笑 哈哈哈 哎呦 特别有意思 他还说这一千场戏 所以 刚才你说就是经常睡眠就非常少啊 嗯 我看是拍了150天 对大约150天 其实是150多天到160 170 对 我有的时候真的坚持不住了 我早上起床就是真的起不来 我就往床下滚 嗯 我觉得滚下去我肯定能醒 然后一摔醒 然后再爬到洗手间啊 刷牙啊 洗洗啊 然后被助理拖了出去啊 然后我就好好化妆 然后开始一天天的 真的很累 我一直都是 怎么讲跟自己说 一定不能倒下 一定要出宫 一定不能进医院怎样怎样 一直告诉自己 对但是最后还是扛不住了 在杀青前一段的时间 就是终于进了医院啊 屡次病倒都坚持爬起来 这次还是没有挺住 嗯 当时是是病到什么程度啊 哎呀之前就是多次发烧什么的 因为发烧 我还是可以在现场演戏 或者被抬死啊 只是可能发烧的时候 我拍打戏会比较困难 我发烧不拍马戏 因为我怕我晕啊 起码我会摔下去 然后当时是因为啊 长期可能积累的一些病吧 然后发生了炎症 当时就有肺炎 肺炎严重到我说一句话之后 我就要咳 相近十几二十秒 就比如说现在我说 嗯 父皇我今日不能回家 哎呦我就开始咳 就一条我都拍不下去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啊 事情严重了 严重了我就赶快去医院了 然后就查出来是肺炎 哇太可怕了 但当时就必须要打了 不打的话没法拍戏了 我台词说不了 对那个时候临近沙青了 然后快看到希望了 12月19号 快沙青了 然后每天可以睡五个小时 觉得还挺幸福的 但是我要花三个半小时在医院打 刁拼 所以沙青那一天 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是怎样 我之前想象过沙青那天 我一定会什么高喊的 啊我注意沙青怎样怎样 真正到了沙青的那天 喝完了饮 当晚我就坐车回家了 对 就我也没 啊怎么怎么样 我沙青了 我沙青了好走走走走 收拾行李我就回家了 你会有不舍吗 对会有不舍 嗯 回到家醒的第一天早上 嗯 看手机嘛 然后就看到照片 那三天四天天天都在看 虽说我啊 活在现代 但是我总觉得今天好像要开工的 感觉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大唐荣耀播出前 任嘉伦的心情既期待 也有忐忑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接受 他诠释的礼处 最开始有评论称 他是第二眼男主 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不那么惊艳 但越看越爱看 因为当时他正在横店拍摄白蛇传说 所以他对所谓的红最直接的感受是通过微博 大唐荣耀播出三日 他就上了微博热搜 微博粉丝数更是急速攀升 直到他离开横店 参加第一次粉丝见面会 才真切体验到了受欢迎的滋味 比如说第一次来到这个粉丝见面会的现场 看那么多人 对 而且大家可能也呼喊了你的名字 甚至也举着你这个名牌 对 那一刻就是心情是怎样呢 记得我去的好像第一个见面会是上海的吧 然后进去之前我还是跟平常人一样 对 进去之前还是一样 但进到场地之后他们突然叫我名字 我当时我深刻的记住 我就这么低头走 突然就 我就有这种 有点被惊到的感觉 哦 这么多人 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慌了 我先坐下嘛 慢慢平复下来之后 就接受了大家说的这个事情 好像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这种景象是 曾经你看到别人的时候的一种景象 对 我经常看到 你喜欢的这个明星 他们可能有这种被粉丝错拥的感觉 对 肯定的肯定的 你从事这行你经常会看到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喜欢的偶像 参与什么场合 有很多喜欢他的朋友在支持他呀 有的时候也会羡慕的 但有的时候想 你不努力做的不好 你怎么会有这一切呢 所以你先努力做好你自己做的事情吧 那一刻看到别人的时候 也会想就是心里暗暗想 有一天我也希望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从小有的时候就这样 我比赛的时候 哇 全场人给他加油 为什么 而是因为他球打得好 所以才给他加油 我如果想这样的话 那我也要球打得好 其实也不能说是明星 就是可能我喜欢做的事情 恰巧都是那种曝光度比较高的职业 可能像当时打乒乓球 那既然你要认真的打的话 那肯定想要拿世界冠军 那如果我要是做律师的话 我肯定也想做一个最牛的律师吧 肯定也都是一样的 这是现在从事的职业 比较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但是真的被人关注成了明星 很多曾经的梦想可能就变成了现实 比如说以前你去买杂志 可能会看你喜欢的明星的一些报道 但是现在你可以登上杂志的封面了 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挺神奇的 对 所以说我现在没有看到 真的我登上杂志那本杂志 但是我就在网上看他们买到杂志之后拍的照片 我当时看微博 他买了谁的 我一看我自己的 挺眼熟我还以为哪个什么明星啊 对对对我拍一本杂志 我都还没适应过来 我觉得走红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很多梦想变成了现实 另一方面你的生活你的私生活就被放大了 所以这些东西你有心理准备吗 或者是心理准备充分吗 我还挺充分的吧 因为你既然做了这份职业了 你做之前你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吧 你不能说做到一半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不做了 我浪费时间我们 但是可能自己的生活空间就会少了呀 你的生活别人可以指手画脚 对但没办法嘛 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有人或许会评论我的生活的话 我都会不堪 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在家里敲敲键盘 就随便说一点什么东西 你就往心里去的话 那以后说的人更多 那你还怎么过呢是不是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不要去在意别人说的什么话 但是你有想到红来的这么快吗 哇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本来还觉得大通上播完了 可能大家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让这么多朋友喜欢 确实挺吃惊的 对 真的啊 其实我觉得相对于你28岁年龄可能这个红并不是那么快 别人还说你大气晚成呢 我说的这种红来的快是相对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那这个三个月就是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瞬间生活上确实也有点变化 包括有很多朋友经常会去横店探班啊什么的 可能关注的人更多了 然后我演的戏被别人也会更多的在乎一些 然后我多少也会有点压力 开心也有压力也有 就因为看了人多了 很多人就会对你评价嘛 评价的过程中就是好评坏评都会有 这个时候就会过多的会想一想 我这场戏演出来大家会不会喜欢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 我是这样规划的 我就想在我实际年龄演我实际年龄的角色 然后我可以把比如说我演28岁 我就把真正的28岁演的像大家心目中的28 包括可以更加丰富 我就这样想等到老了我就演老的角色 然后年轻演年轻的角色 年轻我就体现我年轻的活力 老了我就体现我老的稳重 虽然有着偶像的外形 但人家伦志向是做个实力派的演员 他最欣赏的演员是黄渤 不过让大家意外的是 在做演员之前 他曾做过十多年的乒乓球运动员 小的时候练乒乓球是父母要求你练的吗 是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因为四岁 我一直在打篮球 四岁开始打篮球 四岁你就打篮球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自己玩 太小了就自己玩 然后就拿篮球玩 打篮球 当时是因为家旁边 那个学校啊 有一个教乒乓球的那个什么课啊 要招生啊什么的 当时好像我吃饭比较少 嗯 我爸妈想让我多吃饭 就让我去运动运动 她说不能光打篮球 你也去打打乒乓球 结果一打乒乓球之后 好像套用教练的话就是你还试那么块料 啊 啊 然后就让我好好地打下去了 嗯 当时篮球倒没有什么系统化的训练的地方 但是乒乓球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练乒乓球了 但对你来说也还是比较辛苦 就是说你不是说直接就进了这种乒乓球集训队 然后业余时间学习 而是正常上小学是吗 对 我是从 其实我从上小学第一天开始 我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下两节课 大家就回家写作业啊 玩什么的 我是下两节课之后我就去训练 训练完了晚上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 回到家12点多 然后我再写作业 然后两点睡 然后每天都这样 唯一幸福的可能就是周六周日的上午 我可以睡个懒觉写写作业 然后再从中午点到晚上12点 然后再回家 对从上学那一课开始 都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说我没有童年 是啊 说这个动画片看过吗 没有 那个游乐场去过吗 没有 我都是没玩过的 对 那小的时候练乒乓球的时候 你会觉得辛苦吗 辛苦 练的时候就觉得每天在车上 每天都在想 因为车程要一个小时啊 每天都在想 哎呀不是去练真的有用吗 还不如今天不练 当时就想五天呢 我今天不练 但是有的时候想想 这一天不练 万一 比赛输了 万一实现不了 理想呢 就还是咬牙就去了 嗯 其实我觉得一个是 你比较有刻骨啊 包括像你咬牙坚持 我也挺佩服你父母的 他们也没有说 就是说哎呀 孩子这太辛苦了 以后也不一定能练出什么样 要不咱就别练了 他们不会说这样的话 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我是对乒乓球还是有热爱的 如果一点都不热爱 硬让我去练位是 这还是最关键的 可能训练的时候 我就草草的练完了 我就回家了 但是因为有热爱 所以我还在研究啊 包括那个是买的一些什么乒乓世界那种杂志里面 看看看看这些消息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 那个时候我爸妈看到我还是有这个热爱度的 所以他们都在支持我做 据说小的时候 你爸不允许你哭是吗 如果你一哭他就打你 现在也不允许 大老爷们儿哭啥呀 可是小的时候 我觉得孩子这个练得那么苦 或者是比赛输了 哭是很正常啊 不行我爸就不让哭 除了我爷爷奶奶去世 我看到我爸哭之外 我也没看过他哭 就不管什么事 我们家遇到什么大事 他都不哭的 他跟我说男人要有担当嘛 男人如果你这一个顶梁柱 你都垮了这个家怎么办 他说以后你也要撑起家的 所以他就不让我哭 你会因为哭也被你爸揍过吧 那是没少揍 没少揍 小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要揍我 一肚子火 揍我我家也不回来怎么怎么样 其实还是回家了 你不回家哪去哪 我也不要离家出走的感觉 回家去哪又没钱没饭吃 还是回家只是不跟我爸说话 但是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都是对你好才那样的 因为我有些朋友啊 跟他们聊天 他们就说 爸妈都不管他们自己 回了家也没有人做饭 也都看不到爸妈的身影 可能都跟爷爷奶奶在一起 要不然就自己一个人 喜欢做夜自己睡 我当时就想 我每天回家我爸妈都给我做饭吃 别看我爸打得我多凶 打完了进去做饭 做饭拿出来自己吃 还是让我吃的 我当然我还是明白了 就觉得打还是其实为了我好 连父母的打都没经历过的话 你可能以后人生遇到更大的挫折 你就承受不住了 有可能 最后就是 为什么不打乒乓球了呢 因为我又打乒乓球 又打篮球 有的时候难免 可能会受伤嘛 然后我的性格又是那种 你不让我打球 我真的很难憋住在家里待着 然后当时就是 我一般都是伤好到六七成的时候 我就重新去打 每次好到六七成重新打 这儿好六七成打 那儿好六七成打 结果哪儿都没好利索 然后我就一直在打之后 伤全都加重了 然后就不符合 做专业运动员的那个条件了 所以就只能打 所以当时放弃的来说 也是很痛苦吧 那种心情 当时是大哭一场 当然 努力了十年吧 当时打了十年 对啊 瞬间不打了 都不知道未来做什么 那时对任嘉伦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凭借体育的加分 去读一个重点高中 另一个是去上职业学校 他就跟父母商量说 如果去重点高中 也未必能考上好的大学 这样还不如去学一门技术 于是他就上了职业学校 选了航空服务专业 两年后通过面试 在机场做了一名地琴 这无疑是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 但对不安于现状的人嘉伦来说 他更喜欢多一些拼搏和挑战的工作 而那时唱歌和跳舞 对他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但当时你对唱歌和跳舞的这个热衷 是源于什么呀 当时不打乒乓球之后 好像终于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 不用训练了 就看各种的视频 当时有看到Rin跳舞的视频 他好像当时刚刚出传记 我就觉得哇塞 这么帅 这么帅 我是喜欢那种奔着我的偶像 努力成为像偶像一样的人 那样去努力 然后天天在家看他的视频 假装自己好像跳得很屌 把门一关在那个屋里 对着镜子一顿跳 其实自己是跳了些什么呀 但是自己就很爽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当时也有很多比赛 比赛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比赛 好像比赛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机会 或者是可以通过比赛去更多的 深入的去了解这一行 或者进入这一行 然后当时我就自己在家一顿自学 各种听歌 哎呀把前十几年没听过的歌 一下全听完了 管你是谁的排行榜上第一名 到最后一名我全都下载 然后就一顿听一顿学跳舞 参加了一些比赛吗 这些比赛的结果 让你对自己会有一个认知吗 其实我挺怕就是我做一件事情 我自认为我做得很好 结果专业的人或者是大众的眼里 你其实做的是不对的不好的 但是你还在一味的坚持自己 那样的话我觉得就 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 其实当时比赛挺开心的 我深刻的记得第一次比赛是 就青岛第五 第二次山东第三 第三次全国第八 这还很不错呢 对一次一次都好 然后每次都越来越好 然后就觉得希望越来越大 当时还挺开心的 就是他还是给着你一些鼓励 对比到第八的时候我就辞职了 比到第八的时候就辞职了 对对对对 全国第八了 我想那就拼一拼吧 当时还流行什么世界末日啊 对 2012年是吧 2012年12月22日 21还是22的那天 反正世界末日 看完那个电影之后我就觉得 在世界末日之前一定要实现一下自己的理想 对 如果我只能活到一二年的12月份的话 之前我干嘛要在这上班呢 我出去闯一闯吧 然后跟我爸妈说 我就做这一个决定 如果世界末日那天 之前我没有任何的成绩的话 那我就回来 如果过了那天世界还好好的 是吧 我也没做出什么我就回来 如果做成了你们就让我去做吧 但是节点是世界末日那一天 结果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坐在家 那你爸妈支持你呢 他们其实也看着我的比赛一步一步过来 也是他们通过比赛看到你 确实好像在他们眼里有做到那一点 所以他们才肯让你出来出来 之后的人嘉伦组过团跳过舞 又去国外做了练习生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被选为古装断案剧 《通天敌人节》的男主角 饰演一代神判《敌人节》 这是任嘉伦电视剧《处女座》 到现在她已相继揭拍了《青云志》 《美人为宪》《大唐荣耀》 和《天机之白蛇传说》等几部作品 4月11日 任嘉伦刚刚过了28岁生日 这一年她的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 这个生日注定是难忘的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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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嘉伦生日快乐 谢谢 让任嘉伦印象深刻的还有2015年的生日 因为那一年她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但你会觉得过了25岁的心态会有明显的不同吗 会我当时确实挺不同的 因为我觉得你过了25一个男人嘛 事业还没站住脚的话有点危险 所以我当时还挺担心的 因为当时面临着选择是回国演戏呢 还是继续你去唱歌呢 还是怎么样 你是唱歌演戏两者要选择其中一个 就是有一种抉择是不是 就必须好像要决定未来的方向 然后这一年改的名字也多了很多支持我的你们 对原来我知道你是叫国超是不是 对国超 那为什么改嘉伦啊 其实两个名字都蛮好听的 我当时要准备演戏的时候 然后那边老板就觉得国超太像体育生的名字了 然后我想想也是啊 他就说那我们改一个名字吧 最后就是选任嘉伦这个名字 我觉得当时还挺好听的 加这个字我一直都挺喜欢的 轮更不用说了 我偶像就是周杰伦 阿伦F3都是轮 所以我就选了人嘉伦这个名字 然后你最后一句问呢 下一年你们想发生什么 其实你是想问支持你的那些人啊 对 但其实这句话我特别想问你 就是那一刻想发生什么吗 我当时应该就是想接更多好的角色吧 因为当时确实也在选到底演什么好呢 也不知道自己演什么适合 也不知道这样演是不是对的 那样演是不是对的 自己一直在摸索 所以当时还挺没方向的 对 所以未来的这个职业的方向 应该就是演员了 演员 嗯 现在就是就想演好我每一个角色 然后如果大家想让我做别的 那有机会的话我就做 所以我觉得人生中充满着偶然啊 像你从小是练乒乓球 然后后来做了这个歌唱组合的这个队长 现在又做了演员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很戏剧性的 我反正我觉得每一段经历都是一笔财富吧 如果中间缺了任何哪怕一个月半个月的事情 我可能都走不到今天 对 对 我包括演里处的时候 很多东西也都是因为之前的阅历告诉我 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你该怎么样表达这个人物 包括也是我在可能某件事情的过程中 观察到身边人面对某一件事情的态度 然后我在大唐热里发现 一模一样 然后我可以拿来用 所以任何一个 这个经历都是我觉得无比大的财分 对 所以如果人生可以从来的话 你还是希望这个 跟一模一样再走一遍 对 一模一样 有机会可以跨界一下 就像现在你正在参与跨界歌王吗 对 是不是 可以把自己这个唱歌的爱好 还可以去发扬一下 对 我就是那种唱的其实也一般 跳的也一般 演的也一般 但是 我就爱唱 对啊 所以我经常在你微博上看到你这样说 我希望有机会能让你们看到我的其他的一些面 是不是 对对对 我是觉得人就这么一生嘛 你想去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 但是 要 认清自己 你不要盲目的去做 既然你认清了你就去做 就好了 开心就好 为什么要憋屈地做过这一辈子 嗯 如果现在别人让你评价自己的运气 你会怎么说呢 运气啊 嗯 其实我一直是那种人就是 我觉得如果我想做这件事 我一定要先让自己非常懂或者非常专业才可以 嗯 就是机会来了 你没有能力去抓住它 也是白搭 但是你有了实力 一旦来一个机会的话 嗯 就中了 嗯 我是希望自己先有实力 嗯 所以以前也是 我是那种 别人问我干嘛呢 我说练舞呢 干嘛呢 练歌呢 你歌都那样了还练舞 就这样歌才练呢 嗯 唱得好谁还练呢 是不是 既然你那么喜欢唱歌 嗯 那我们就这个 玩一个唱歌的游戏 就是唱歌的游戏 这些歌曲 可能应该都是你比较熟悉的 然后呢 我们要给出前奏 你要听这个前奏呢 唱出来 再说出歌名 这个是怎么找到的 这个是怎么找到的 我都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爱就是现在的你 爱的水平空 天空微笑 来吧 来吧 每天都冲爆爱 虽然会有伤心和哭泣 Baby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会好起来 我们充满梦想 双全守在爱的世界一起成长 我要把爱的歌曲 全都为你歌唱 叫This is Love 是不是 对 这你非常早的 你曾经是在 是山东的一个晚会上唱过吗 对 网络春晚 对对对 其实那个是我们之前有参加一个节目 在那个节目里 其实他选出来了四个男孩组在一起 嗯 那个节目的奖励就是 给你出十万块钱 做一首歌 拍一个MV 当时山东综艺电视台的节目 然后山东的春晚呢 网络春晚了 那我们就上了一次 然后就做了那首 第二首 唱了不好也没关系是吧 那当然啊 没关系 OK 哎呀 这就不用说了 那也得说 是吧 这个就是大唐荣耀我唱的片头曲吧 这个主题曲 荣耀 接 山一城 水一城 今休凌云 太好听了 我就喜欢这一句 真的 就是特别好听 我这首歌也是因为这一句我才 就是说我一定要唱这个 真的特别的好听 我听第一句的时候我就说哇 这首歌可以让我来唱 嗯 你当时还发了微博说那个录这首歌的一个心情哈 嗯 作为一个新人演员 能够演唱董老师和陈希老师创作的这首荣耀 是你的一种荣耀 嗯 其实录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肺炎 啊 董老师让我从头唱到尾嘛 我肺炎根本唱不到 当时我应该就是主歌录完了 我就要停 喝水咳 咳咳咳咳一阵之后 再录副歌 这是我第一首单曲 第一首单曲 这辈子 特别值得记念 这辈子第一首歌叫《荣耀》 好的 下一首 好 龙玄啊 哎这个我歌没唱过哎你们怎么周杰伦的歌词真的很难背了 嗯 什么什么 什么 一顿化为悦性 得动被动 这民族的海岸 像一只共 那长成像五千年来的舍的梦 我为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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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 好像是这样 哇太棒了 好像是这样 为什么选一首周杰伦的歌你当然知道了 你对他 他是你的最爱 对 陪伴了你的青春 嗯 为什么对他会这么的热爱啊 其实就是一种怎么怎么讲他音乐的力量 那我那个时候天天训练的时候那个路程一小时 我CD机里的那个光盘就是周杰伦的光盘 然后正好一张碟放完我到地方回来也是一张碟 所以一天我要听他专辑听两遍 哦 所以从小听过来 嗯 上课我跟我几个发小我们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默写他的歌词 哦哇 就为了背他的歌词当时就是啊 有那种说崇拜自己的偶像就要像自己的偶像一样 嗯 但是我们我们说话都是那种 吃饭了 嗯啊 不是不是算了 都要那样说话 都是喊在嘴里的感觉啊 唱歌 唱歌唱不清歌词 没关系啊 偶像呢 一顿后面信都都不动啊 听不懂没关系啊 偶像这样唱 嗯 都这样我们当时都这样 那他所有的歌你基本都能会唱吗 嗯 差不多啊 嗯 也许嘛 嗯 希望有一天跟他面对面吗 特别期望 对 就是希望 哎 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 我们现在已经喊话了 是吧 嗯 所以期待的 因为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呢 梦想一定要有的 说不定就会实现呢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就是一直这样走的 我就是先努力了再说万一哪天真成功了呢 是不是 对 因为是运动员出身 平日里任嘉伦很喜欢运动 除了乒乓球 最热衷的还有篮球 虽然现在拍戏时间比较紧张 但他也会挤出一些时间运动 比如收工了会跑回酒店 正值春暖花开 是户外运动和踏青的好时节 这一期的星月三人行 我们就跟任嘉伦和Leo刘成军聊聊他们喜欢的运动 我今天早到了一点 所以我刚才看到一辆那么棒的二八车 所以我就试了一把 非常舒服 不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 这些年刘成军一直身体力行 倡导跑步和骑行 2016年温德姆酒店集团 就组织了一个横跨八个城市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跑步活动 主题为点亮中国 让我们一起奔跑 两年以前我曾经发起的 从上海外滩一直骑到了北京故宫的一场活动 我当时是邀请了我们公司的全体同仁的 都参与了这个活动 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意思 所以现在我这么多年下来 只要天气合适 我都能够到外面去骑一圈 很舒服 听说这次要跟人气偶像 任嘉伦一起聊聊运动 刘友表示非常期待 当然硕起小先生就是很阳光 然后青春亮丽 神采飞扬 我很愿意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从他们跟他们的交流中 我能够吸引到 吸取到很多的能量 和他们所关心所好奇的事物 因为我跟嘉伦就想聊聊运动 他平时也很喜欢运动 请您来是特别的合适 刘总喜欢轮滑还有滑雪 对 所有跟速度有关的 所有跟下降滑行有关的这些运动 我都非常 极限运动 然后我感觉我好像 我好像开始 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火爆 我觉得我开始时间还蛮早的 那时候我是 因为我在法国住过十几年 那时候是经常 当学生的时候 经常会去阿尔批斯山 开始学滑雪 后来我就发现 有一个攀岩的运动 其实是始于 起源于阿尔批斯山 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山峰 然后呢 结果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个运动 其实是跟自我抗争最有效的一个运动 对对对 而且很刺激 对啊 家伦有尝试一些像这个极限运动 看人这些我倒没尝试过 没尝试过 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极限运动我就玩滑板 滑板 那跟您这轮滑也差不多 对 但我玩的不是特别好 就玩不了那些 花哨 花样 那些玩不了 对对对 但是就是当时为了耍帅 对吧 确实很酷 确实很酷 小区的走走 但是男孩其实内心里都有一种挑战极限运动的愿望 一定的 一定的 你有没有试过什么其他的 比如是像跳伞啊 像这种 这些都没试过 就是恐高的一个人吧 就是以后有机会 你其实可以去试一试 比如说蹦极啊 跳伞啊 那样 蹦极怎么样 非常非常锻炼 非常锻炼 汗鸭死 是啊 所以他拍《大唐荣耀》里面 就有一段游泳的戏 当时还是在那个绿布前拍的 你当时就找不到那种游泳的感觉 对 当时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游得很好 甚至唰唰唰 游泳很标准 对 游泳很好 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导演说你脚呢 我光是唰唰唰 然后脚不上 对 然后全都忘记了那个细节 光觉得好像就是面上的东西 我看到了就看到了 其实你不会还是不会 您游泳怎么样 我还可以 还可以 都玩到跳伞了 对 但是这种极限运动也确实 我也同意 也真的是需要胆量 而且还需要有设备 还需要有时间 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季节 其实是 刚刚的滑雪季刚刚结束 其实每年冬天 我们最享受的就是 能够到世界各地 特别是亚洲有很多地方 还有我们中国的很多 北方的地方 都是可以有滑雪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酒店 也有滑雪的设施 以后真人秀里 比如需要有什么跨界 你们二位可以搭档一下 搭档一下跨界 是不是 对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 但是呢 一定要突破目前的这个 大叔和小鲜肉的这个 如果说能够一起搭起 现在这是最佳组合 是吗 佳伦他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篮球 是NBA的这个球迷 是 死忠粉 应该是 我现在真的算是死忠粉 就是我每天 就是两样东西必看 剧本和NBA的性能 哦 很棒 利尤你呢 你对篮球比赛热衷吗 我其实规则是非常懂的 比赛也很喜欢看 但是而且我的美国同事 都发疯一样的 发疯一样的在 这个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比赛 在在进行各种各样的 各方面的追捧 并且直到实地参加比赛 但是呢 我真的苦于我这个个子不够高 所以呢 就是只能是观观看比赛而已 但是我的办公室里边呢 我的少有的几个装饰物里面 就有一个姚明签字送给我的篮球 哇 这个非常珍贵啊 还有他的球队 这个球衣 下次你到我办公室的时候 也欢迎你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球衣 当然那个size很大 放在我的办公室 非常醒目的地方 蛮有意思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休斯敦火箭的 哇 真好 所以您的这个公司不也在美国吗 以后有机会有NBA球赛的时候 好 好 记得邀请嘉文去现场看一下 好 太好了 这个时候我记下来 记下来 我一定 一言为定 我一定邀请你 对 我一定邀请你 一定到主场 谢谢 好 今天我们一言为定 嗯 对 打乒乓球怎么样 我绝对是 班门弄斧 我是直拍啊 你手下留情了 直拍其实无所谓的 可以啊 还是很 你这个 还是很借俱嘛 可以啊 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对 看 低调 很不错很不错 真的是低调啊 嗯 对 好吧 那今天就算是认识了 好的 然后春天嘛 我们都这个 能 你也在紧张的拍戏之余 能有时间去户外 运动一下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横电的空气还是很新鲜的 对 是吧 对 好吧 然后有机会也去探你的班 是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 麦可经典的 POSE 嗯 是不是 麦可经典的POSE 然后他最经典的滑步 滑步 好厉害 是不是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膝盖的这个 那个 那个不会 然后再就是最经典的这个 哦 这个我都写不会 然后那些我就不会了 什么 啊什么 那些我就不会了 这也很厉害啊 哈哈哈